Waymo they turned No 氣得飆罵尖叫擋在路中央的違規汽車 緊接著對方竟然進一步暴衝向自己 駕駛崩潰尖叫但這個罪魁禍首 恐怕不是人類 而是Google母公司推出的自動駕駛叫車服務 Waymo 儘管無人受傷但失控車輛早已嚇壞其他駕駛 這雙驚魂劑發生在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附近公路 社和Waymo公司也出面給出解釋 公司解釋這輛車遇上耗置變化因此再重新規劃路線 只是不久前在同一周也發生一輛Waymo 因為辨識施工耗置時出現錯亂 導致車輛闖紅燈衝進迎面車道 包裝安全的口號言由在意現實是科技工程顯然並非完美 關鍵在於出售產品前應盡力確保安全性 別總是上路了才嚇壞一票人 陪了聲譽也無意趕跑潛在消費者 這點新聞也會這麼懂